第36章 门口的两名门卫 看上去都是20岁左右的样子 身上的魂力波动并不明显 感觉上似乎连魂师的级别都没有达到 看来诺丁城果然是偏僻 从五婚殿的级别就能看出 这座城市在天斗帝国是否重要 唐三指了指自己身上的校服 向门卫说着 叔叔您好 我是诺丁初级魂师学院一年级学员 老师叫我到这里来评测一下五婚等级 一看唐三校服上诺丁学院的标志 两名门卫眼中都下意识流露出羡慕的光芒 先前说话的那名门卫就说 原来是这样 那你进去吧 到一层接待厅 找那里的马修诺大婚师 他会帮助你的 谢谢 唐三答应一声 赶忙走进了五婚殿 两名门卫羡慕的目光 一直跟随着他进了五婚殿 其中一人说 当初要是我能上得起诺丁学院 说不定现在也能成为一名婚师了 诶 诺丁学院自己应该有测试魂力的工具啊 只有进阶的时候才会来咱们这 这孩子怎么还跑到咱们五婚殿来 谁知道呢 没事 这才多大的孩子呀 或许是他的老师让他来送信什么的 又不能明说 高达二十米的穹顶是一种怎样的大气 当唐三走入五婚殿大厅时 立刻就被这种灰红的气势所感染 整个大厅的穹顶上布满了壁画 一个个小方格中 画着各种各样的五婚图形 底色是闪亮的灿金 看上去给人一种金碧辉煌 却又不失古朴的感觉 五婚殿周围有着巨大的水晶窗 阳光透过水晶窗的折射 洒在壁画纸上金光闪耀的感觉 更令人目眩神秘 接待厅 接待厅在哪里啊 感染过大厅中的气氛 唐三开始寻找此行的目的地 五婚殿内的人并不多 周围只有一些仆人在打扫着 正在唐三不知道怎么去找接待厅 准备找人询问的时候 他却看到了一个熟人 正是当初帮他决心五婚的那位大婚师 拥有独廊五婚的素云涛 唐三快步迎了上去 此时和苏云涛在一起的 还有一名女魂师 身材高挑丰满 相貌也算是忠尚之词 两人有数有效的 一点也没注意到 唐三这个小不点的靠近 唐三叫了一声 苏云涛大师 苏云涛这才发现他的到来 他身边的女魂师疑了一声 疑 怎么咱们五婚店还有这么小的孩子 难道 又是哪位贵族的公子来咱们五婚店 进行五婚觉醒吗 苏云涛一眼也没认出唐三来 毕竟经过他觉醒五婚的孩子 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 唐三现在的穿着打扮 也不再是以前那么落魄 你是 看着苏云涛疑惑的眼神 唐三赶忙解释说 苏云涛大师 我是唐三 就是上次您在圣魂村觉醒的 那个兰茵草五婚 天生满魂力的唐三 原来是你啊 您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先天满魂力 毕竟很容易让人记忆 苏云涛立刻就想起了唐三 唐三说 老师让我来五婚店 进行进阶鉴定 顺便测试一下 五婚力的数值 苏云涛吃了一惊 你已经得到第一个魂魂了 这么快 这校服是诺丁学院的吧 不愧是诺丁城最好的学院 老师还真是负责任的 苏云涛的女伴 似乎因为被忽略 而有些不满 云涛 你不给我介绍一下吗 苏云涛眼看女伴 似乎有些不悦 赶忙讨好事地说 苏苏 这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 那个先天满魂力的孩子 可惜她的五婚是蓝银草 不然今后前途可是不可先领的 她现在已经得到了魂环了 也算是魂师中的一份子 麻烦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送她到接待厅 马生诺大师那边去 当苏苏听到苏云涛说 唐三是先天满魂力的时候 眼睛明显就亮了一下 可当她听到唐三这先天满魂力 竟然是在蓝银草五婚之上 脸上的惊喜就变成了一丝轻蔑 点了点头就说 你去吧 我在这里等你 谢谢您 苏云涛给唐三的印象还不错 算是五婚店中一位负责的知识 苏云涛带着唐三顺着旁边的阶梯 登上五婚店的二楼 来到二楼的走廊上 唐三这才看到这里的一圈房间 而从这里也可以直接看到一楼的大厅 不用问 这里才是五婚店办公的地方 苏云涛显然是心急俱佩思思 带着唐三飞快来到一间房门前 也不敲门 推门而入 有些苍老的声音 从房间内响起 这是一间明亮的办公室 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坐着一名老者 整阶的魂狮服装 以及他身上标准的三件标志 显示着他是一位大魂狮级别的战魂狮 啊 原来是云涛啊 你小子怎么还是冒失啊 魂狮的修炼可是要聚精会神的 性格沉稳一点才好 否则你就会像我一样 怎么也无法迈进三十级的门槛 苏云涛有些抱怨的说 马修东大师 您就别啰嗦了 这孩子是来进行进阶鉴定的 麻烦您了 苏云涛显然和这位老魂狮 关系很好 老魂狮呵呵一笑 当他的目光落在唐三身上的时候 不禁有些惊讶 云涛啊 你确定这个孩子 是来进行进阶鉴定 而不是武魂觉醒的吗 我当然确定 这孩子的武魂就是我觉醒的 他就是我跟您提过的那个先天满魂力 武魂却是蓝银草的孩子 他已经得到魂还了 所以就麻烦您了 思思还在等我 我先走了 说完在唐三肩上拍了拍 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看着苏云涛离去的背影 老魂师马修诺无奈地摇里摇头 哎 又是一个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年轻人 可惜呀 思思并不适合他 那丫头的心太大了 尤其是你能束缚的 唐三站在马修诺的办公桌前 听着马修诺喃喃地自语 心中略奇 你好 马修诺大师 马修诺微笑地看着唐三 孩子 不用叫我大师 我可算不得什么大师啊 你就叫我马修诺爷爷吧 我今年八十一岁 论年纪 当你祖父应该没问题吧 老人亲切和蔼的声音 顿时令唐三好感大增 赶忙再叫一声 你好 马修诺爷爷 马修诺微微一笑 来吧 我带你去进行进阶鉴定 你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孩子 可惜了 武痕却是蓝银草啊 一边说着 马修诺就像领着自己孙子似的 拉起唐三的手走出自己的办公室 顺着二楼的走廊朝着武魂殿内侧走去 当他们来到走廊的尽头时 三扇高大的拱门出现在唐三面前 马修诺微笑说 这里就是武魂殿进行进阶鉴定的武魂实验室 来吧孩子 说着他推开最左侧的一扇门 带着唐三走了进去 一进这房间 唐三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体内的玄天宫内力 似乎在随着一种特殊的节奏 轻微地律动着 这个房间很宽阔 也很高大 足有两百平米 一扇巨大的落地窗 给房间内提供了足够的照明 唐三立刻就找到 牵动自己内力的缘由 在四周的墙壁上 一共镶嵌着 足有五个拳头大小的黑色石头 看样子 材质应该是和当初素云涛 用来帮他觉醒武魂的石头 是一样的 地面上刻画着一个 令牌形状的巨大标志 一柄长剑垂直而下 正好指着大门的入口处 这个标志和武魂殿外面悬挂的 那个是一样的 马修诺大混时 看唐三注意到地面的花纹 微笑说道 我们这里是最低级的武魂殿 也被称作武魂分殿 在大陆上啊 哪怕是最小的城市 都有像我们这种规模的武魂殿存在 分殿之上是武魂子殿 再高一级就是武魂主殿了 到了武魂主殿那个级别 都是大城市才能拥有 而两大帝国的首都 则是第四级的武魂圣殿 第五级是教皇殿 那里是我们武魂殿最崇高的地方 在教皇殿之上就只有传说中的 斗罗供奉殿呢 只有达到斗罗级别的魂师 才有进入那里的资格 而那里也是所有在武魂殿注册的 斗罗以上级别魂师最终的归宿 是所有魂师憧憬的地方啊 马修诺所说的六种级别的武魂殿 正好和大师所说的六种标记 所对应 唐三心中已经明白 谢谢您告诉我这些 马修诺爷爷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马修诺玩耳一笑说 现在的年轻人呢 脾气都这么急躁 好吧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施展出你的武魂 施放出你的魂环 唐三走到地面标记华文中央 斩定 抬起右手 宁神静气 玄天宫内力配合着 蓝银草武魂带出的热流 从掌心缓缓涌出 粗壮的蓝银草叶蜂拥而出 转瞬之间 已经下垂到地面之上 明亮的百年曼陀罗蛇魂环 从唐三脚下升起 以他身体为中心 上下移动着 马修诺本来是一脸温和的微笑 当他看到 从唐三掌心涌出的蓝银草时 脸上神色已经变得恶然了 这是蓝银草 唐三眼中闪烁着淡淡的蓝光 这是使用蓝银草武魂 特有的效果 有什么问题吗 马修诺爷爷 马修诺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确定自己并没有看错 此时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 唐三身上的黄色魂魂上 百年魂魂魂 原来是百年魂魂魂 难怪了 连蓝银草也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孩子呀 我还不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唐三 马修诺 我长出口气 平复着内心的激动 我可以肯定 你在诺丁学院 有一位不错的导师 不过诺丁学院的导师 能够帮你完成 百娘魂兽的猎杀 也已经十分不容易了 可惜蓝银草发展的潜力太差 否则的话 说不定你真的能成为一名伟大的魂师 毕竟你的武魂 才刚刚觉醒几个月的时间而已 马修诺从一旁的周岸上 拿起一颗黄色的水晶球 走到唐三面前 把你的魂力注入到其中 让我看看你达到了多少级 按照理论上来说 应该是十一 马修诺的一个旗子 还没说出来呢 他递到唐三手中的水晶球 就已经起了一层黄蒙蒙的光芒 光彩并不算如何强盛 但却极为清晰 这 这是十三级的魂力 马修诺看着唐三 有点像是在看一个小怪物 难道是因为魂环本身强劲 附带着魂力增加了 可是 也不应该一跳两极呀 孩子 能不能告诉我 你这魂环是猎杀什么魂兽得来的 唐三没隐瞒 直接说 是曼陀罗蛇 马修诺大吃一惊 难怪 难怪了 竟然是低级魂兽中最难缠的曼陀罗蛇 还是百年曼陀罗蛇 怪不得会有这样的效果呀 不 不对呀 你的武魂明明是植物系 怎么能用动物系的魂环呢 孩子 你不会是说错了吧 之前 肖老大那帮人 毕竟只是孩子 对于武魂的了解 还是不够深入 但这位马修诺之士 在武魂殿工作了几十年 对于魂环的基本规则 再清楚不过 一下子就意识到了关键 唐三摇里摇头 马修诺爷爷 我并没有说错 植物系的武魂 为什么不能使用动物系的魂环呢 在一定条件下 这是能够实现的 我的老师称它为 武魂拟态理论 马修诺脸色大变 请问你的老师是哪位 大家都叫他大师 大师 又是那位曾经发表过 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 后来被武魂殿出名的大师 他竟然在我们诺丁城 听了马修诺的话 唐三也才知道 大师竟然有着武魂殿的出身 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 马修诺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唐三 你愿不愿意加入武魂殿 唐三愣了一下 马修诺爷爷 我这不是来武魂殿注册了吗 马修诺摇了摇头 不 这不一样的 在武魂殿注册 是绝大部分魂师都要做的事 从而获得国家播发的补贴 而加入武魂殿 则是成为武魂殿专属的魂师 魂师修炼 也将直接进入由武魂殿 专门安排的学校进行 唐三摇了摇头 那恐怕不行 我已经在诺丁初级魂师学院 开始学习了 马修诺叹心一声 确实是晚了一步啊 就算是我们武魂殿 也没有从学院强行挖人的道理 算了吧 这都怪苏云涛那小子 他本来就应该直接把你带到武魂殿的 恐怕大师也不会同意你 加入武魂殿的 已经 唐三微微笑说 也不能这么说 我要是来了武魂殿 说不定也得不到这么好的魂环 您说是不是 马修诺爷爷 马修诺愣了一下 笑道 你说的也有道理 好了 你的进阶评测算是结束了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天斗帝国一名光荣的魂师了 欢迎你加入魂师的队伍 以后你每个月可以凭借待会发给你的徽章 来武魂殿 领取补贴 魂师的补贴是每个月一个精魂币 等你到了大魂师级别 补贴会变成十个精魂币 关于动物魂环用在植物魂上这件事 我会尽快上报的 谢谢 当唐三离开武魂殿的时候 他的二十四桥明月夜内 已经多了一枚武魂殿专门打造的徽章 徽章是圆形的 背面雕刻着它的名字 正面则是两道交错的荆棋 象征着魂师的级别 连铁匠出身的唐三都看不出 这徽章是用什么金属打造而成 出了武魂殿 唐三快步朝诺丁学院方向抛去 经过马修诺的指点 这次他走的是一条进路 可以节省至少一半的时间 眼看着就要到达学院了 突然 唐三听到一阵熟悉的声音 脚步不自觉地 停了下来 锤子标记 高大却有些粗糙的房屋 里面不断传来有节奏的敲击声 这正是一个铁匠铺 从外面看去 这铁匠铺的规模 可要比唐三家那个大的多了 有不少客人出入 铁匠铺 唐三不禁想起父亲的话 唐浩曾经对他说过 让他找一个铁匠铺打工 来补贴自己的生活 只是现在 有工读生的工作要做 还有时间来这里打工吗 从小生活在铁匠铺内 对于铁匠这个职业 唐三也算是有感情了 深深地看了铁匠铺一眼 这才朝学院跑去 大师的身体在快速恢复中 唐三用大师给他的钱 从食堂买了一些食物送回去 陪着大师一起吃了 大师现在已经能够行走 告诉他不用照顾 让他这些天 闲正常去上课 读看看大师给他的那本书 离开大师的房间 唐三回了工读生宿舍 这次七舍不再是空荡荡的 工读生们基本上都在 正眉飞色舞地说着什么 小三 你回来了 小五靠坐在床上 当然 他背后靠的是 唐三和他现在共用的被子 小五 带我去咱们应该打扫的地方吧 说话算数 从今天开始 打扫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信守承诺是做人之本 这一点 唐三一向做得很好 小五瞥了他一眼 哎呀 还打扫什么呀 给你了 以后都不用打扫了 唐三已愣 为什么 小五有些小得意地说 你以为我这个小五姐是白做的吗 我们所有工读生的工作 小雨淳那个家伙都找人安排了 以后也不用我们做了 还照样拿工资 你也算出了不少力 这次就有便宜你吧 唐三虽然信守承诺 但也绝不是一个迂腐的人 呵呵一笑说 这倒不错 以后你就是整个诺丁学院的小五姐了 小五坐起身 抱着自己的膝盖 粉扑扑的小脸 好奇地看着唐三 你去武魂天见你的结果 怎么样 嗯 成了 我现在已经是回事了 周围其他工读生眼中 都流露出了羡慕的光芒 当然 也只是羡慕而已 唐三今天历拜萧陈宇那一幕 深深烙印在他们脑海之中 就算是王胜 也是对他佩服不已的 自问 就算自己得到一个魂环 也未必能赢得了他 小五好奇地问道 成为魂是有什么好处啊 不会只是有个训明吧 唐三呵呵以笑说 好处还是有些的 至少以后吃饭 可以吃得好点了 魂师每个月 有一个金魂币的补贴 一个金魂币 这么多 小五现在也明白了 金钱的重要性 尽管萧陈宇已经说了 以后工读生的伙食费 都算他的 但是 自己手里有钱 总比别人的好啊 一边说着 小五从床上跳了下来 兴冲冲地就往外跑 小五 你干什么去啊 我也去做做魂师啊 一个金魂币 能买多少好吃的 那也不用这么急吧 哎呀 怎么能不急 你忘了今天是月末吗 现在去 脸上下个月的 说不定能拿点 两个金魂币了 可是 你能不能穿上鞋再去啊 小五终究还是 风风火火地 去了武魂殿 唐三心中暗笑 恐怕那位马修诺爷爷 又要被震惊一回了 毕竟小五可是正宗的 兽武魂战魂师 比先天条件 比自己这个 为满魂力 要好得多了 不需要再做工读生的工作 唐三脑海中 立刻回想起 那清脆的敲击声 杰克村长曾经说过 以后上中级魂师学院 将会有一笔不小的开销 家里很多东西也该换了 能多赚点钱自然是好的 而且 这也是父亲的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 只有在铁匠铺 他才能有把自己 武装起来的机会 经过亲手打造绣件的过程 唐三发现 当一件暗器 完全由自己 亲手打造而成时 对于暗器的熟悉感 会变得更强 正在唐三思索之间 王胜来到唐三身边 一脸诚恳地说 唐三 那天的事我道歉 你不会还在生气吧 看着王胜 一脸憨厚的笑容 唐三摇了摇头 微笑说道 怎么会 我早就忘了 王胜大哥 我要出去一趟 可能会晚上才回来 王胜点了点头 你去吧 对了 恭喜你成为了魂师 唐三微笑说 用不了多久 你也会突破的 再次走出诺丁学院 唐三略微感觉到了 几分疲倦了 今天和大师回来之后 还没有好好休息过 又和萧宇辰那些人 打了几场 即使他的玄天宫 已经进入到第二重 但疲倦的感觉 还是出现了 不过 去铁匠铺的事 还是要做的 大不了从明天 再开始工作就是了 唐三现在最怕的 就是人家不收 他这个小铁匠 来到铁匠铺 唐三直接走了进去 一进门 就是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气 在任何铁匠铺 都是如此 当然 唐三家那个破旧铁匠铺的温度 要比这里低得多了 一进门 就是一片开阔的大厅 大厅右边 悬挂着各种各样打造好的铁区 这里可不只是一些农具了 更多的是各种盔甲武器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 浑石只是少数人 武器还是需要的 而武器的价格 也自然比农具高得多 看到这些武器 唐三不禁想起 自己潜意识所做的工作 那时候 唐门制造的金阔类暗器 可以说是整个唐门收入的支柱 唐门的规矩很多 尽管对外贩卖金阔类暗器 但是也只卖无毒和一些普通货色 真正密传是不可能往外卖的 尽管如此 唐门生产的暗器 还是在江湖上供不应求 如果自己在这个世界 也开一个制造暗器的工厂 会有怎样的收入呢 正在唐三思索之间 一个洪亮的声音 打断了他的思绪 小朋友 你来这里干什么 买东西叫你家大人来 快出去 这里危险 第39章 开起头看时 只见一个赤裸上身的标形大汉 正看着自己 有黑的皮肤下 肌肉快快隆起 看上去极为结实 手中握着一柄大号铸造锤 额头上全是汗水 大叔您好 我是想来问问 这里需不需要学徒工 唐三年幼 声音清脆 尽管铁匠铺里 尽是敲击钢铁的声音 但还是被每个人 都清晰地听到 大部分铁匠手上的活儿 都停了下来 看着唐三露出了 善意的微笑 铁匠算是最低贱的职业之一 都是出身穷苦的人 依靠力量和手艺吃饭 外貌虽然粗广 但大都极为善良 之前说话的大汉 上下打量了唐三基颜 说 小朋友 不要闹了啊 快走吧 这里不安全 你这事打扮 像是做铁匠的样子吗 何况啊 我们这里也不招收 你这么小的学徒工 你恐怕连铸造锤 也拿不起来吧 唐三这才发现 自己身上还穿着 整洁的校服 是啊 穿成这样 怎么当铁匠 对不起大叔 我待会再来 说完他转身就向外跑去 铁匠铺距离诺丁学院很近 当唐三再次回来的时候 已经换好了他原本的衣服 身上大布丁套着小布丁 这身打扮 就算去吃百家饭 也绝对不需要化妆了 一进门 唐三也不找别人 又找上之前的那位大汉 大汉 你看我这样可以当学徒了吗 大汉看到唐三这一身百纳装 顿时愣了一下 小朋友 你不是让我开心吗 唐三老实地说 当然不是 大叔是这样的 我是诺丁学院的工读生 每天下午都有时间 我爸爸是村子里的铁匠 从小我就和爸爸学习铸造 想来您这里混碗饭吃 听了唐三的话 大汉的脸色顿时缓和下来 都是穷苦出身 心中顿时大感同情 更何况 这孩子还是在诺丁学院上学的 大汉索性说道 好吧 你要是愿意来 那就来吧 给我们算是打打杂 乱茶递水的 你总能做吧 不过工资可不会太高啊 但饭管保怎么样 行 没问题 唐三大喜 赶忙答应一声 铁匠们都向唐三 善意地笑笑 大汉瞪了一眼重招 干什么干 不用干活啊 把劲时间 晚上我请大家喝卖酒 听了大汉的话 重铁匠顿时干劲大增 一个个抡起自己的锤子 继续开始他们的工作 大汉抬起自己手中的锻造锤 一边锻造着面前的生铁 一边向唐三说 我叫十三 吃特的事 你可以叫我一声三说 这铁匠铺啊 是我家传的 以后你来我这里打工 每天的午饭和晚饭 我包了 再给你十个铜魂币吧 也就是一个银魂币 如果效果好 我就多给你一点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三叔 我叫唐三 唐三 好 我们名字里都有个三字 看来真是有缘呢 你是哪个村子来的 我从圣魂村来 你刚才说 从小和你爸爸学做铁匠 你才这么小 你爸爸能教你什么 当然是铸造了 三叔 你别看我个子小 可我有力气 铸造升铁也没问题 十三哈哈大笑起来 兄弟们 我们新来的小伙计说 他也能铸造 你们信不信 铁匠们也顿时哄笑起来 唐三看上去才六七岁的样子 这还是得到第一魂团之后 身体长高了一些 从外表看 谁能相信他会铸造 被人小看的感觉总是不好的 唐三就说 三叔 我真的能铸造 不信您让我试试 十三停下手里的活 把铸造锤 锄在地面上 这样吧 你能拿得起我这把锤子 我就相信你 说着 把锤柄递给唐三 因为锤头与地面接触着 他也不怕唐三拿不动 会被砸到 三叔 你是在给这块生铁 去除杂质吧 我就来帮你完成它好了 唐三从十三手中 接过铸造锤的锤柄 十三天生审栗 他用的这柄铸造锤 明显比其他人要大上一号 比唐三的身高 还要高上半只左右 此时 他又成了整个铁匠铺的焦点 重铁匠看着他 都是一脸好笑的样子 但是 很快 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唐三 已经将那柄铸造锤举了起来 并且是从身前平举而起 比普通铸造锤中了三成 铸造锤一离地 唐三就有了判断 虽然中了一些 但就算是自己 没有得到魂缓之前 也勉强能用 更不用说现在了 眼看着唐三 将铸造锤缓缓举起 十三也是瞪大了眼睛 赞叹一声 好力气 不愧是我们铁匠的儿子 唐三双目灼灼地 盯视着炉子上的升铁 吐气开声 猛地将十三的柄铸锤 抡了强 脚掌紧扣地面 小腿骤然发力 力量上传 唐三身体半转 巨大的柄铸锤 在空中斜斜地 抡了个整圆 重重地积在 那块身体之上 一声大响 已经令所有铁匠的笑容 变成了惊恶 紧接着 伴随铁锤的反弹 唐三一个快速转身 手中铁锤再次抡起 又是一声巨响 铁锤比先前更重的 就落在烧红的升铁上 三叔 麻烦帮我拉风箱 温度不够 唐三快速地说了一句 他的第三锤又已经抡了起来 这一次 铸造锤去世更急 带起呜呜的风声 十三也是老铁匠了 自然明白温度不够的后果 赶忙蹲在一旁 打起了风箱 接下来的一幕 令在场的铁匠终身难忘 那沉重的铸造锤 在唐三手中 仿佛活了一般 一个又一个的圆圈 在空中画出 充满节奏 犹如狂风暴雨的敲击声 在铁匠铺内上演 他们都没注意到 唐三的双手已经变得是 银白如玉 伴随着叮当之声 他会升铁不断地 在铸道锤下跳舞着 十三一边全力拉动着风箱 一边紧紧盯视着 轮锤的唐三 他的眼神已经不能用吃惊来写出 其他铁匠都知道 十三的锤子有多重 自然知道连续敲击的困难 尤其是像唐三这样 一锤中过一锤 更是困难到了极点 最后一次敲击完成 唐三带着铸造锤 原地旋转两圈 化解锤子上的中立 大锤锤头向下 重新落在地面上 令铁匠铺和铁匠们心中 同时震撼了一下 二十七锤 整整二十七锤 持续不断地敲击 之前十三所锻造出的那块生铁 形状丝毫未变 但是却整体缩小了一圈 唐三做到的这些 十三自问也能做到 但是却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 要知道 十三正式成为铁匠 已经有十五年的时间了 看着微微喘息额头见汗的唐三 十三口吃地说 这难道就是乱披风吹法 乱造树中最强的连续铸造树 乱披风吹法 那是什么 十三因为兴奋 面夹已经仗得通红 所谓的乱披风吹法 就是一种连续敲击铸造的方法 借力用力 能够最完美地 将我们铁匠的力量发挥出 据说最厉害的铁匠 能够连续挥出八十一车 直接把一块生铁 打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最为重要的是 乱披风吹法 是驱除金属杂志 最强力的铸造技术 我还以为早就失传了呢 没想到 今天却在你手上看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如果喜欢本书 请加入订阅 方便下次继续收听